我们一起看神的话 我们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十一章 各位我们翻到十一章的时候 其实神的话语都有预告 十一章我们看第四节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唯一要传扬我们的名 谁的名 人的名 人的文明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其这样的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没有不成就了 各位人结合在一起 因为不认识神 所以罪恶会满意 人跟人在一起 合一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是敬畏神的 是高举人类 高举人的文明 聪明 智慧 能力 然后就会被打击了 对不对 就好像Titanic 对不对 哇 这么大的一艘船 怎么会成呢 创到冰块之后就成了 各位了解吗 所以呢 神是 其实 不是怕人比他厉害 神是 因为要保存人的生命 不要人类灭亡 有机会 能够认识神 能够得救 所以神后来怎么做 第七节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 于是耶和华 使他们从那里 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照那城了 他们夸耀的那城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比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这个疫情 继续这样蔓延的时候 人心惶惶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怕 每个人抛股 就业力全部受影响 购买力全部受影响 就这样的光景里面 然后城跟城封起来 大家都怕 对不对 马来西亚有三十万个人 天天进出 现在全部受影响的 这样的光景 那么 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 各位 其实要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后 人无论怎样的合一 最后人还是专顾自己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人跟人之间 因为罪的缘故 是自私的 因为不爱神 所以最爱的是自己 但是你说这个世界有爱啊 这世界有好的人啊 那是因为还没有到极限 当那个情况 环境糟糕的不得了的时候 你就会看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这个不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三个礼拜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你一定明白 在巴别塔 每一个人一样的口音 一样的口音来这样 夸耀人的文明 人的聪明 那个时候 就造塔造成 能够到天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的口音 好像我们都不一样的口音 对不对 但是有另外一种一样的口音 现在整个全球化的时候 globalization 每个人需要彼此 每个人需要你的钱 也需要我的钱 我的投资 什么东西 我的见解 我的医学 我的科学 大家都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只有一个目的 要兴盛 要发达 要稳妥 然后我们继续享受什么 地上的日子 圣经呢 什么真理呢 每个人都有真理了 每一个人都能够讲 讲出一套真理 所以呢 相信的都是这样 这个地上的文明 人的文明 一发展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 变成这个样子 圣经呢 几乎是看也可以 不看也可以 随便解也可以 随便翻译也可以 丢掉也可以 参考一点 直到什么事情 直到现在这个疫情来到 这只是末世证兆的 其中一个 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 你看国跟国风起来 人跟人彼此之间怀疑 然后讨厌 你还要去教会 还要什么 有这样的事情 就会出来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你又看到人分散了 人鼓励起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人心灵里面的事情 有关罪的事 有关人的堕落 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 有关人面对苦难的 整个的心境的反应 圣经早就说了 人还是专顾自己 hoシ 字幕志愿者 哒